好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五 因为我们上周 因为周三是一个小的休息日 所以我们没有给大家直播 今天给大家补一下 今天呢 昨天晚上给大家讲了一些护肝的内容 刚刚的短视频其实也讲了一些关于肝脏的认知 中国人对于肝脏的保护其实非常的薄弱 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家伙在这个位置他不疼 他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其实刚刚的短视频里边一直在强调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肝脏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身上所有的地方的血管都是被埋在皮肤肌肉 还有皮肤脂肪和肌肉的里面 那么只有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能够看到什么红血丝 包括昨天大和说这两天眼底有点出血 我就跟他讲你一定是血压高了 那么为什么说呢 血压高了造成我们自身的这个血管的暴力 但是你身上其他脏气的血管的暴力 它血管产生的变化 我们看不到 我们观察不到 那么我们的眼睛这样的一个叫做心灵之窗 为什么说叫肝开窍于目 它和我们的血液相关 因为肝脏呢负责我们的血液清洁 昨天大和还问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我一会呢也找点资料给大家回答一下 就是这个高密度脂蛋白 它把胆固醇带到了肝脏 肝脏是不是就坏了 肝脏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器官 我们的人体的分解跟合成 心脏只是一个使用 它没有一个分解跟合成 而所有的分解合成的工作全是有肝脏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物质变成好物质和好物质 在怎么去分解使用的一个中心枢纽 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化工厂 而人一旦肝脏出现了问题 一旦大家在生活习惯上出现了一些差异 或者说一旦治疗方法产生了错误 我们会产生一些非常重大的一个病患 你比如说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人生七十古来西 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唐朝 就在那个年代七十岁是古来西 而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是七十岁高龄 你会发现都还是可以处理国家大事 甚至包括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八十多岁 特朗普也是八十来岁 普京也是七十多岁 就是你会发现国际上的领导人 他们很多人都是七十多岁 甚至很多我们讲的大企业家 人家七十多岁的很正常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也是我们一个伙伴 他的老师希望我们来帮这位阿姨分析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看她的结果 这位阿姨有高血压 大家其实这个阿姨很有代表性 因为我们当代的人 基本上未来都会走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谁都逃不掉 都会走到 除非是你从现在开始 能够懂得纯净生活所带来的意义 这个阿姨的特点非常明显 来有高血压冠心病 大家会发现现在在社会当中 我们有高血压冠心病 有颈椎病的人很多很多 大家呢没有对这个事情引起足够的重视 那么心脏有70%的堵塞 造成了冠状应该是冠状肚脉上面 有了70%的堵塞 他自己的描述是什么呢 脾胃虚寒严重 肾虚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大家看到这个描述里边就能够学会分析 他所谓的肾虚所主要表现的 其实就是一个怕冷 怕冷之后 他自身的血液循环比较差 那么按照中医讲的就是说 他的肾阳虚 那么阳气不足 吃中药调理了两三年了 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那么不敢吃凉东西 吃饭不多 瘦一点点就什么呢 饿一点点就会胃疼 头晕挨拉肚子 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描述 我们是不是就描 就可以知道了这个阿姨一定是长期来 从来没有吃过一生菌 从来不懂得养护肠胃道的一个状态 那么首先第一 爱拉肚子 爱拉肚子代表什么呢 你肠道的菌株非常的弱 那么在这里边 你所吃的食物 在这里边没有办法停留 那么没有办法 你的肠道的绒毛量比较少 你的食物在这个环境当中发酵的不够 那么这个状态当中 它会排出去的这个东西就会比较多 就是没有完全发酵就直接排出去了 这是一个拉肚子的情况 而脾胃虚寒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 那么我们的肠胃道当中 会出现了一个温度偏低 温度偏低的环境之下 你的这个医生菌 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就是我们的肠道的菌株 在这样的里面呢 很难很难产生一个活跃的状态 所以这个阿姨如果早点知道了 纯净生活的知识 早点知道了 调理自己的脾胃 要靠大量的医生菌 要知道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血液变得热起来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其实这也就是说 我们所讲的非常容易处理的问题 但是现在呢 应该自己不太懂吧 一直到到了70岁 就是这个症状 采取了大家所认为的正规治疗 吃中药 调理了两三年 大家看到没有 吃塔丁 阿斯匹林 包括都在吃 但是呢 最近一段时间 然后身上老是乏力 乏力是什么状态 我们在人体出现乏力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要回头去看 跟这个阿姨的生活习惯相关 吃饭不多 大家如果说身上缺糖 身上缺氧气 就会非常容易产生乏力的状态 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不足 氧气量不够 就会出现这个状态 好 血脂血 他认为是血脂和胆固虫 高一点 在吃药控制着 但是你会发现 不是高一点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昨天做心电图 那么心脏出现了停跳 那么这样的话呢 自己也比较担心 其实起泊器是个什么原理呢 起泊器这个手术呢 它就是在你的 怎么说呢 给你的心脏装了一个电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给心脏的 让这个心脏的跳动的这个刺激 不再受你的 完全受你的神经支配 我们都说过 心脏有两个系统 一个交感神经 一个副交感神经 就一个是油门 一个刹车 一个让你跳 一个让你停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起泊器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的这个 油门的这个状态当中 因为你的自身的油门的控制系统不稳定了 那么油门的控制系统不稳定 来自于哪里呢 首先第一 冠状动脉的老化 冠状动脉的硬化 大家看到没有 冠状动脉堵了70% 60到70% 这个老阿姨的心脏肌肉 心肌是缺血的 就是你的整个的肌肉的能力 会你的心脏肌肉的能力 是越来越弱的 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大动脉 你的冠状动脉被堵住了 堵住了之后 你的整个的心脏是缺乏营养的 在这个时候的话 心脏是一块肌肉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们我们吃到过鸡的心脏 吃到过猪的心脏 那个很简单 大家吃起来 口感很硬很硬 很有嚼劲 那就是一块肌肉 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肌肉 它每天是固定的 要动 要干这个工作 但是我不给它养分 我不给它能量 我不给它糖 这块肌肉就一定会出问题 那么这个阿姨的 实质上的问题是这个 那么起搏器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起搏器就是说 因为心脏有一个特性 你让我这么动 你必须得给我能量 当你给我的能量不够的时候 我动不了 我不动了 那么说心脏骤停 心脏骤停人会死亡的 这个阿姨也是发现了 身边有人出现了这种心脏骤停 然后比较担心 所以说就想装起搏器 但是起搏器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人体本能的控制是 我这个块肌肉没有营养 我这块肌肉受到了损伤 我就不要不动它 但是心脏是一个 你有没有伤害 你也要去动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起搏器就是强制的让你还要去动 其实都没有解决掉身体当中的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是什么 根本问题是 我们要让肌肉动 我们就必须给它足够的营养成分 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癌的情况 吃中药 吃阿斯匹林 吃他根本解决不了 它内在的斑块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而在这个里边就彻底贯彻了中药医的一个观点 叫做脾胃为后天之根本 你吃的东西少 你的血液里边的营养物质就一定是少 而且你还爱 我们再看一下这句话 你还爱腹泻 那也就是说你吃的本来就少 你又爱拉 那么你身体当中能够获得的营养物质 肯定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再加上你本来营养物质就少 你冠状动脉在毒 你的颈椎在压迫 所以说造成的是什么呢 你人体最重要的两个器官 大脑的供血不足 大脑的供氧不足 你的神经的指挥系统就会出问题 就会大脑 因为你颈椎有问题 大家看到没有 看看这个阿姨的情况 就是颈椎病很严重 压迫脊髓 那么造成了 它的大脑的供血供氧 神经系统出现的问题 因为我们大脑的指挥系统 和身体的所有的信号传递 都要经过这里 这是唯一的一个通道 它不会通过这个地方下去 没有地方走神经的 全在这 你压迫住了 首先一个 你的神经系统一定是出现了 指挥系统的失灵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自己来讲的话 那么你自己的话 心脏这样一个 我们的动力中枢 出现了自身的营养不良 导致的结果 来我们看看这个 阿姨的几个重要的数据 像这些什么彩钞啊 这些东西我们就不管了啊 来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阿姨当中 能够造成它的血管堵 能够造成它的血管堵塞的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找一下那个数据啊 在上面 这个阿姨呢 她自己一直是在控制 但是我们会看到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阿姨的数据 甘油三纸现在是多少呢 甘油三纸是1.8 大家看到没有 我给大家放大一点 就它这个图是横向拍的 在价能面前看到 甘油三纸是1.8 但是呢 这个阿 大家千万不要采取一个错误的习惯 因为大家特别习惯于看后边那个参考区间 我跟你们讲过 我对甘油三纸的控制是多少 0.6 就是甘油三纸 一定要让它保持在一个低范围当中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阿姨的高密度脂蛋白 1.4 低密度脂蛋白是多少 3.1 还是处于一个高密度和低密度的一个倒挂 虽然说高密度脂蛋白 在药物控制之下到了1.4 阿姨可能觉得自己比较庆幸 觉得哎呀 我没有超过1.7的标准 低密度脂蛋白呢 我也没有超过3.6的标准 大家认为指标控制好了 就是你们的治疗结果 这就是当代医药给大家的一个非常错误的认知 我只管指标 大家会认为我的指标没问题 就是我的病好了 这是一句胡话 你的指标只是因为我控制住你的肝脏的这个挡固顺合成为 我不让它合成 但是你的疾病本身还在 疾病根本就没有好 你只有通过指标呈现出来像我那样的指标 高密度比低密度要高很多 要高到一倍之上 你才可以讲这样一句话 但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比例公式 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这位阿姨呢可以用你的总挡固顺出于你的高密度 然后呢用你的这个该油三指呢 出于你的高密度 你一算这两个比值你就知道你是不达标的 这不是一个达标的结果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在这里边还能看到它的这个血糖 还有一个这个指标也是我们一直给大家提示的 维生素D 维生素D的指标呢也是偏低 19.52 没有达到我们的正常标准 正常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国内的医院呢给的还是很低 只是大于20 我们更建议大家到3040以上 就是有一些指标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能说只看到这个按照参考值来 是要按照我们的知识 有一些指标要就高 有一些指标要偏低 这样的话呢才能把我们的身体呢 调整到一个状态当中 这个阿姨的血糖呢 我记得他刚才看到过 应该是6.0 大家找一下 还能找那个数吗 血糖应该 血糖呢你说它不高吗 但是呢 在我看来的话 这里这里 糖化血红蛋白 糖化血红蛋白呢6.0 也是在我们的 整个考察的一个区间的最上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 像糖化血红蛋白也好 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指标 是要趋向于低值 不能趋向于它的高值 而这位阿姨身上所表现的整个的状态 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带来的持久性的三高 持久性的高血压 那么高血糖 高血脂 那么带来的冠心病 那么这几个疾病 以前大家会把它认为叫做护为并发症 所以在这个阿姨的身上 你也不用去找哪一个病先出现 哪一病后出现 这都是一个共同性的疾病的关系 主要的问题就是一句话 你的血液不干净 血当中含糖量高于正常人 高于健康指标 含脂肪的量高于正常指标 那么再加上一个你自身的 我们讲过血管壁上比较毛糙 血管壁上比较毛糙的时候 在它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 党固醇是一个材料 但是呢你在吃的他丁的药物 把党固醇给它控制住了 那么你觉得指标正常了 但是你的我们说过 你血管壁上破溃的这个地方 是需要党固醇去做修复 但是你把你的党固醇合成酶 抑制住了 你血管里面没有党固醇 你觉得哎呀我的指标好了 但是你的这个破溃点还在 破溃点还在 它的严正指数还在 那么破溃的地方 你把党固醇控制住 它只是修复的速度慢 延缓了你出现斑块的这个时间 但是最终走向的 还是要出现斑块 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把你的这个血管壁修复的完整 那么像这个阿姨 已经开始装起泊器 那么这是一个紧急的救治手段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 它就是一个电子设备嘛 一个一个电子装置 那么这样的一种装置 虽然说是一个微创手术 不是特别的难 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够做好 但是这样的手术 你就知道 所有的电子设备 所有的设备 都存在一定的故障率 它不可能说是 像我们人这样一个智能的调整 因为大家会发现 我们人体做很多动作的时候 当你就我们就以肌肉为例 我们一个动作 突然间变形的时候 就会有另外一口肌肉 去做代偿 人体有一个非常非常 智能化的系统 电子设备肯定不会智能 而且刚刚我们讲过了 你现在的肌肉 你现在的心脏的肌肉 是有问题的 它是一个衰弱的 它的营养物质是不够的 你在这个环境之下 强制它不要停的运动 你觉得这是在救命 其实在我们看来的话 没有解决本质的问题 想解决本质的问题 很简单 严格按照纯净生活的要求 把你不要干扰 不要用他丁 阿斯匹林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药物 或者说是什么呢 你看你他丁也吃 阿斯匹林也在吃 包括中药也在吃 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就因为这些东西 没有针对你疾病的根本 解决疾病的根本很简单 强化营养补充 益生菌一定要大量吃 大几量吃 越多越好 让你整个的肠道环境改变 就是你肠道有了提取营养的能力 你的肌肉才不会缺乏营养 这是一个基础 除了这个之外 那么我们跟他讲过的 像蛋白质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物质 尤其在这个老人的 自己的描述当中 那么 包括 饿一点 就会胃疼 头晕 爱拉肚子 那么这样的一个饿 那么就证明他自身来讲 如果说出现了胃疼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就证明他自己的胃酸分泌 和自己的脑供血上面 都有一些问题 都是一个 怎么说呢 没有好好的 就是所谓的做了正规治疗 没有好好的对身体进行保养 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包括重度的这种骨质疏松 同样是这个问题 那么你的骨骼的营养结构 再加上你的维生素D偏低 这些都要去解决的 争取能够把我们产品都用起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尤其是要再强化 我大概每天是三到六包的一生菌 这位老阿姨呢 想要强化一下 建议你吃到九包 六到九包 大计量吃一生菌 然后维生素D 肯定要大计量吃 这两个是一个必须要的 那么除此之外 因为你自身的话呢 目前来讲的话 颈椎 做过手术 没有意义 我们为什么反对大家 在骨骼上做手术 颈椎 你的所谓的突出 所谓的压迫 它是被你的肌肉所牵扯的 能做一做康复呢 做一做康复 把身体的营养需求保证上来 还有一个抗炎 把我们的这个PQQ 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两个产品 就是SPDPQQ 把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尽量多用起来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 你即使是装了起泊器 它就是一个信号的指挥者 但是它解决不了你这个肌肉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力量的一个问题 你肌肉如果说 恢复不了营养跟力量 这些问题呢 都解决不了 明白吧 所以说 这也是我们 讲完了这个话题之后的话呢 再给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 昨天因为有人在关注 就是到底党固醇是怎么回事 党固醇的话呢 就像这位阿姨 她的主要问题 就来自于高密度指挥白低 低密度指挥白高 那么就是我们所讲的 一个所谓叫好党固醇嘛 就是高密度指挥白 它的党固醇 毁干燥的少 在血管里边的多 造成了沉积沉积沉积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今天呢 用这篇文章 给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看到这样一句话没有 人类真正能够 看到没有 前面前面句话 我们的这个党固醇 那么它的生成也好 它的吸收也好 那么这个是被我们身体 所利用的多余的党固醇 经过高密度指挥白 转运回肝脏 那么这会儿就产生了 大和昨天问那句话 呀那样肝脏不就坏了 你们多虑了 大家看到这句话没有 只有肝脏 具有通过胆汁 清除多余党固醇的能力 大和 大和 我不知道你在在直播间啊 你如果在的话 你应该看到这句话 肝细胞 具有通过胆汁 来分泌清除 多余党固醇的能力 党固醇只要回到了肝脏 就不是问题 好 下面谈到了 那么刚刚那位阿姨是什么呢 我们记住她的指标了吗 她的低密度是多少呢 低密度是三 高密度多少呢 是一点几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结果 是什么呢 出去的多 回来的少 这是风险因素 沉积在了我们的血管 我们的血管 我们的细胞没有清除 胆固醇能力 只有肝脏有 但是你像我 我的低密度是1.2 高密度多少呢 2.1 就是我出去的少 回来的多 这样的话 就是她在外边 做了一轮的巡查 做了一轮的修补 那么做了一顿的抗炎 等等的 被我的身体的 她可能合成我的 什么样的基硕 合成我的维生素D 都需要胆固醇 她转了一圈 多余的部分 全都被我的这个 脂蛋白带回来 这就是在肝脏里边 需要用 我们就生成 不需要用 我们把它分解掉 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里边 肝细胞的胆固醇 一部分被化成胆炎 一部分呢 游离的被蹦出 那么在这里边 通过胆质分泌 进入肠道 然后慢慢慢慢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 我们人类本来是有一个 叫做什么呢 胆固醇的一个 稳态的系统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肝脏的合成 肠道的吸收 它是一个平衡体 所以说我们日常来讲的话呢 像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会采取的一个错误的概念 就是我是不是少吃胆固醇 就像这个老阿姨 她一定会少吃胆固醇 说是少吃一些油脂的东西 少吃胆固醇 但是就是你的肝脏合成 和肠道吸收之间 人类呢 是一种代场性的平衡关系 我们看看 他钉的药物是什么 他钉的药物减少肝脏 合成胆固醇 大家再结合上面那句话 肝脏胆固醇的合成 受到抑制的时候 你肠道吸收胆固醇 就能够增加 所以说他钉类的药物 对人体是只有一种伤害 它只是说让你的肝脏 一个地方 就是它破坏了人体 原本的是一个智能平衡体 我把肝脏合成胆固醇的能力 抑制住了 但是你的肠道的吸收 就会增加一点点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还有一种叫做 胆固醇的吸收剂 就是它作用于吸收环节 那么如果说你 胆固醇的肠道吸收 被抑制住了 那么肝脏合成就会增加 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这个是人类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来 我们谈到了这样一点 血液是护肝养肝的基础 什么叫血液 我们再三给大家讲过 我为什么不吃任何的食品添加剂 不吃任何的化工调料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肝脏干活 我只给我的肝脏提供什么 肝脏最喜欢的是蛋白质 蛋白质是不需要肝脏来分解的 不需要肝脏产生负担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肝脏 特别喜欢的一个物质 所以说在所有的保肝方式当中 高蛋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个是肝脏细胞非常非常喜欢的 一个营养物质 还有肝脏特别喜欢的 另外的营养物质是什么 各种样的维生素跟矿物质 这是肝脏所喜欢的 所以中国人历史当中 也讲过一句话 叫做绿色入肝精 绿色是什么颜色 绿色是叶子的颜色 那么叶子意味着里边 含有着非常丰富的抗氧化剂 非常丰富的叶绿素 非常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 但是中国人没有说过哪一种叶子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会以鹅传鹅 传成了什么呢 我喝绿茶 什么绿茶是养肝的 红茶是养胃的 这个就是中国人一个非常 浮浅的一个认知了 绿茶是叶子 没错 是绿色的 没错 那么红茶是什么 红茶是绿叶子发酵的 红茶也是树叶子 只不它是发酵的 其实在这里面就已经给我们提示了一定的这种 益生菌的知识啊 提醒了一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红茶经过了发酵之后 它里边能够产生一定量的养生物 这就是中国比较朴素和传统的 对于肝和肠的一个认知 那么肠道喜欢的是发酵来的食物 那么我们的肝是喜欢的这种新鲜的 营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而为什么现在我们建议大家少喝绿茶 因为目前我们的绿茶出现了非常高的什么呢 农药残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在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中国人所吃的这种蔬菜呀等等的 其实它一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维生素 它一方面里边的也会有一定量的这个农药的残留 所以你如果在这里面再加上高脂肪 再加上高碳水化合物 再加上那个一些食品添加剂 你放心你的肝脏是不堪其福 这样的话会造成 来我们看看这句话 血液会变脏 那么好 血流量的减少 是让肝脏是什么呢 内循环下降 同样这句话适应于我们的所有脏器 血流量的减少 就包括刚刚那位阿姨 血流量的减少 让他自己的心脏的内循环能力下降 那么心脏吸收营养物质代行能力也会下降 就是血液的流经的数量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第二个 你血液的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纯净生活的核心目的 不给我们的血液制造太多的垃圾 抽烟 是给我们的血液制造了烟草 泥骨丁 烟碱这样的一个垃圾物质 喝酒 是给我们的血液里边制造了酒精这样的一些物质 你吃化学的药物 你吃各种的食品添加剂 你包括化肥 包括农药 包括动物里边所含有的抗生素 生长激素 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 都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得更脏 那么血液变得更脏之后 肝脏就一定会很累 好 我们再来看 这样一句话 看到没有 肝脏对于什么呢 对于来自体内外的非营养物质 要干啥 干生物转化 就是你只要这个东西属于非营养物质 记住 非营养物质 你吃的 比如说天然的一块肉 这叫什么 这叫营养物质 因为我们把这块肉拆解了之后 里边是什么呢 维生素 氨基酸 脂肪 蛋白质 等等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质 这叫营养物质 而现在我们在饲养 大家再看一下这句话 大家要仔细理解这句话 我们现在在饲养这个动物当中 里边有太多太多的 饲养过程当中的非营养物质 比如说各种的药物 各种的激素等等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还会向里边增加什么呢 大量的非营养物质 比如说你所增加的胃经 你所增加的这种管酸钠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物质 都需要我们肝脏来代谢 所以说尽量减少 这是一个纯净生活的一个基本价值 那你比如说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蔬菜里边 是不是有这种农药啊等等的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 蔬菜里边呢 它是不太会含有抗生素的和生长激素的 而且蔬菜的生长激素呢 和我们的人 因为它不是一个物种 它的生长激素 就是它在我身上呢 不太会产生特别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的肝脏呢 去把它解除掉 这个功能是可以去抵消的 你如果是不断不断的各种的问题的叠加 就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伤害 好 在这里面你会发现 还有一些什么呢 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某些毒经过生物转化 便于排泄 这个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讲的 酒精 为例 酒精经过生物转化 变成了什么呢 以酸溢于我们的肾脏来排泄 但是有一些物质 比如说像我们所吃的一些药物 它自身的能够毒性增强 包括黄氨类的药物 就是我们它自身的药物分解能力降低 那么它就会 刚刚我们讲过了 我们人类和我们的这个 能够和肝脏配合的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肾脏 如果说一个物质是什么呢 水溶性的物质的话 它能够通过尿排出 所以说肾脏是能够把物质分解掉 但是它是没有排除能力 肝脏有分解能力 没有排除能力 它要交给肾脏 所以说这个人只要是肝有问题了 肾一定会有问题 血液有问题了 先是肝的问题 然后再是肾的问题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相互相成的 来我们看看这句话 那么肝脏的生物转化方式 水溶性的 它就以尿和胆汁排出 脂溶性的 然后慢慢慢慢的也要转化成水溶性的物质 再排出去 肝脏是有这个非常强大的能力 但是这个能力的工作量不能无限度 我们为什么说夜晚好好睡觉 是一种最好的养肝方式 因为你夜晚的时候你不制造垃圾 你夜晚的时候不会情绪焦虑 你夜晚的时候不会胡吃东西 所以说你给了肝脏大概有12个小时的时间 安安静静的净化你的血液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睡眠不好 就是因为你这个净化的过程过于的复杂 所以让大家最简的方式 尤其是我们的晚餐 吃的是越简单越好 甚至你可以采取不吃晚餐的方式 你会发现你把你的肝脏的净化时间 你从12个小时 或者说我们说睡眠8个小时 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不够的 那么你只能通过少制造垃圾 给他12个小时 甚至给他17个小时 给他更长的时间 让你的肝脏的工作量 慢慢慢慢的彻底清除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 吃夜宵的人一定会睡不好 就是因为你在制造的太多的垃圾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 睡眠不好 就是一个你的8个小时的清除垃圾的时间 不够用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变成 你去试 10个小时还是12个小时 经过长时间的进食 让你的身体制造垃圾的能力 会变得更小一点 或者说你白天制造的垃圾也要变少 这就是我们解释了 跟大家讲的党固醇 为什么和肝脏相关 为什么我们现在给大家 做了一个护肝查的活动 这就是每一个人 智险沉水瘾 包括水飞剂 这样的一些品种的组合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给我们的肝脏 一个强大的清除能力 这是肝脏自己非常需要的 一种营养物质 像在中国的民间 有那种脏阴沉 像在狗尾巴草 等等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物质 都是我们民间 常用于肝脏保护的 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 我们把它做成水飞机 把它做成了智险沉水瘾 甚至包括我们的护肝查 护肾查 都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增加水溶性 增加肝脏跟肾脏的通透性 把它能够抓紧的排出 除了这样的一些作用之外 好 我们来看看 肝脏和我们的视力 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那么刚刚的短视频也说了 中国人也说肝开窍于目 大家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比较蒙蒙糊糊的 在这个里边 来 视力变得模糊 视力是一个 我们非常精妙的一个器官 这里边的话呢 有神经 那么还有什么呢 有着非常丰富的血管 而且视力呢 我们的眼睛也是人体当中最湿润的一个器官 所以它有内线 它有血管 它有神经 还有肌肉 它大概是还有一些什么 就是什么什么 一些成像结构 它是这样的一个综合结构 而在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 刚刚短视频里面也说了 就是你如果肝脏不好 或者说你的视力不好 就代表你的肝脏不好 你的肝脏不好 就代表你的视力不好 中国人在看病的时候 第一句话叫做望 闻 问 窃 窃脉 就是搭脉是最后一步 望是什么呢 看 看什么 看你的肤色 你的肤色好不好 你的眼睛好不好 这两件事就可以让我们判定出来 你自己的血液是不是清澈 闻是什么 闻是听你的声音 是闻吗 不是用鼻的这个闻 听也是一种闻 那么我们叫就是 这也是一个新闻新闻 闻 闻是什么呢 听你的喘息之声 听你走路的声音 你啊 哎呀 你的喘息声 医生就可以推测出来 你的肺活量的好与不好 那么你走路的声音 就能够知道你骨骼的 你的骨骼的一个基本的状态 那么把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是都了解了清楚之后 甚至我们在望的里边 还可以观察你走路的步态 这就是我们普通人也能够看到 比如说像我现在五十多岁的人 大家都觉得看体态是个年轻人 这也就是如果站在中医看来的话 大家通过望 看到我的肌肉 看到我这里很直 看到我没有富贵包 看到我没有颈椎前倾 没有圆肩 没有这个状态 就知道我的骨骼是正的 那么我的血 再加上看到我的皮肤 我的血液循环是好的 那么看到我的头发的颜色 它的营养物质 蛋白质是够的 所以说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出现在中医面前 他就送我两个字回去 因为他看不出任何的问题出来 但是我们日常来讲的话 大家看到一个人的皮肤 看到一个人的视力 都会代表着我们肝脏的问题 刚刚给大家所说的 像蓝莓叶黄素 刚刚短视频里面也说到了 这里边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花青素结构 这个里边的所谓的维生素A 叶黄素的结构 不单单是给我们的眼睛 它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也是解决我们的肝脏 这也是我们保护肝脏的组合产品之一 刚刚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要理解肝脏和肠是两个系统 所以说肠道的能力解决了 因为肝脏解决的一部分的毒素 一部分的有害物质 一个是需要肾排出 一部分需要通过胆汁变成胆碱等等物质 进入肠道排出 所以说肝脏的下游一端是肠 一端是我们的肾 那么养肾肠必须要用 我们的益生菌 保护我们的肠道的也必须要用 还有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大家一定要记住 光知道吃饱 一定会让你一身的病 我可以说像这位老阿姨 从70岁开始 心脏装了起薄期之后 会常年生活在恐惧当中 因为他担心这个东西坏掉 而且起薄期 它所产生的指令 就比如说他能不能运动 他能不能爬山 他能不能 比如说我们哈哈特别高兴的时候 你的心脏的攻血就会突然间加速 但是这个它是个外来的物质 它和你的大脑的这个神经指挥系统 是两个系统 在同时作用着你的心脏 所以说就必须得做到什么呢 不洗 不背 不能做这种太剧烈的运动 就尽量不要给他太强烈的 这样的一个刺激 这个就是非人类的物质 在人体当中 它替代不了人类的一个状态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视力模糊 我们会说这个人的话呢 如果说肝腹水 就是肝脏已经到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功能之后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就包括我们看到乙肝患者 看到一些肝病患者 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一个是腹水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眼睛发黄 眼睛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你肝脏的 整体的解毒状态 会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我们会发现 一个人的肝脏不好的时候 整个的皮肤是黄色的 这都是证明你的血液 逐步逐步的变脏 所以说这个里面 能够看到一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人体肝脏的一个解毒功能 当你所制造的垃圾 制造的毒素 包括口服的药物 这里面都会有明确的说法 超过了肝脏的承受能力的时候 他就一定会把它 你自己把肝脏干死了 所以说不要吃中药 不要吃中药 这是我们的忠告 不要吃中药 不要吃西药 用食物 这种安全的东西 慢慢慢慢的 给肝脏补充营养 就是你不要制造问题 别给它制造问题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大家看到一句话 那么好 肝脏 还要产生是什么呢 胆质酸 刚刚我们所说的 就是肝脏的一些疾病 胆质分泌不足 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 还有刚刚我们所说的 眼部的肝眼症 视力模糊 诸多的一种炎症的表现 都是我们产生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基础 感谢观看